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 家长和照顾者都很害怕小朋友不懂照顾自己 担心病毒 他们经常用酒精搓手液为他们清洁消毒 在小孩的幼嫩的皮肤 会不会容易敏感 打到生红疹呢? 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小孩清洁和消毒呢?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疑科专科医生梁卓黄 给他解答一下 梁医生 多谢你来 必得你好 小孩皮肤这么幼嫩 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帮他们清洁和消毒呢? 大部份的冠状病毒感染或上呼吸度感染 这些病毒感染是一个飞沫和接触的传播 最有效的预防接触传播当然是洗手 首先说究竟是什么时候才适当时洗手都非常重要 因为洗得太过分也未必是好事 所以我们主要是清洁双手 不是要消毒双手 一般说是吃饭的前后 去完厕所接触过骯髒的东西 或者接触过口罩 戴或随之后都应该要洗手 这样是适当时候 一般如果说洗手 其实真的用清水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是要消毒手 其实清水甚至乎有些骯髒的话 可能用少少肥皂 如果我们清洁的话 记得要清洁我们的手腕 手把手背 指缝 指头 甚至指甲的地方 20秒洗手 对 20秒之后 其实一般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其实可以再接触其他东西 都不怕会感染得到 什么时候要用酒精去清洁手 酒精初手液 一般说是没有清水供应的地方 或者真的出了街 有需要 要吃饭之前 我们用酒精初手液 这个是比较方便 用酒精初手液 也有些事情要留意 比如酒精未揮发之前 其实小朋友到处摸 摸到眼睛 其实有机会灼伤眼睛 有些时候 比如在商场 办公室 那些自动喷洒的酒精初手液 其实它的高度 刚好就是小朋友的头仔的高度 其实有些个案 真的噴到会灼伤了小朋友的眼睛 那这方面很小心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在说大部分时候 如果有清水的话 清水清洗已经是足够了 那家长为小朋友换尿片的时候 又应该如何去清洁和消毒呢 才可以避免皮肤敏感 或者生红疹 这件事其实很多家长会问 最主要我们都是留意 其实基本上我们清洗下身 下部或者屁股 其实只需要用清水 因为我们不是要消毒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时候 清水已经足够了 也都不需要用一些消毒药水 什么清洁剂 如果真的发现 骚髒 有些比较难清洗 其实都是加少少稀释了的 肺炎水 另外有些要注意 其实小朋友很多时候 腿部或者下身有红疹或者红疹 一般俗称的尿布疹 都是几个情况 第一可能因为比较焗或者潮湿 其实就好像出热肺 第二就有机会因为一些接触性皮炎 比如大小便 焗疹接触 变得到它们 最后如果真的比较环固 我们要留意会有些感染的情况 比如是念珠菌 针菌感染 就着不同的情况 我们应该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它 比如换完片之后 我们希望有少少时间 如果不是天气太冷 可以打开一会儿 保持凉爽一两分钟 就不用立刻有些湿气 被迫住在这里 至于这条片 其实大小便也要适当 不能沽得太紧 留下少少空间去透气 甚至如果 比如小朋友的屁股 真的皮肤很容易出红疹 我们会换完片之后 塗上少少保护屁股的护团膏 简单 如果它不是红疹的时候 可能基本上凡事临已经足够了 或者如果真的红疹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一些坊间不同的护团膏 可能会有少少矿物 氧化身的成分 其实都是帮助皮肤复养 如果真的红疹太环固 其实真的要找医生看看 有没有机会有些感染的成分 我们就真的要对症下药了 梁医生人 疫情期间 有没有感囊或者建议 给我们家长 如何去为小朋友抗疫 是 明白了 大家都很紧张 不想自己有菌 就带给小朋友 不过也要注意 有时我们真的没办法 例如回完工 出门街或出去买菜 回来又可能有机会 间接把外面的菌 带给小朋友 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 其实家长回来 或是工人姐姐回来之后 最重要是立即换个衣服 洗手 甚至乎洗个凉 才去接触照顾小朋友 这个都是一个最佳的途径 今天非常多谢 疑科专科医生梁卓华 跟我们讲解 疫症期间如何保持小朋友 清洁和消毒 多谢你梁医生 多谢Peter 谢谢大家